刘国梁成就难超越 一年的为国球作者贡献呢?从1989年加入中国国卿队算起,到2016年里约奥运周期后的信任,刘国梁把自己27年的宝贵时间、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国拼,球员时代获奖无数的刘岳伴,在他27岁的年纪,执掌起了国拼的重任,在他执掌国拼的15年时间里,男女拼在世界级的大赛上, 总共战获37个世界冠军,这样的成就,可以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来形容吧,在他手里,竭傲不驯的藏傲张继科,被他驯服,他仅仅用1445天,就成为乒乓球的大满贯,之前性格乖巧的马龙,也被他培养的霸气外露,很多次在夺冠赛后疯狂的庆祝,刘国梁常说,中国乒乓球队最不缺的就是冠军, 可能在外人看来,这话说的有点自大,但在他口里说出来,确实显得恰如其分,很多球迷说,有刘国梁的地方,就会有金牌的身影,现在回头想想,确实有一定的道理,个人觉得,他不仅是球员们的恩师,教练,更是大家生活中的朋友, 而且最关键的是,他用自己的人格魅力,霸气地培养出了球员们的冠军气质,之前面对日本对水骨损的挑衅,刘国梁下令,以后碰到日本球员不要客气,就是打他们11比0,你说碰到这样的热血主帅,球员们怎么可能不拼呢? 正所谓,冰熊熊一个,将熊熊一窝,主帅的气质太关键了,而西数乒乓球的历史发展,有很多前辈,其实功劳并不比刘国梁的功绩少,但是能够20多年逐一日的,在国拼的岗位上工作,可以说这样的人确实很少,综上所述,一个刘国梁就是半部中国乒乓史,并不是言过其实的, 不管他现在身处何方,我觉得,他永远是我心中的国拼第一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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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